眼睛對準儀器辨識身分 開關立刻解除鎖定 電影中高科技的紅魔辨識系統 現在可能普及到 每個台灣人的生活中 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改戶籍法 要把每位國民的紅魔特徵 給建黨 請教一下 我們還有誰在隨時 攜帶國民身分證 而你攜帶國民身分證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警察執行勤務的時候 他可以隨時盤查 我們還記得前不久 有位政務官 因為招警察盤查 他們有帶身分證而 惹出了一些風波 眾嘉賓口中的政務官就是他 這談談到他們是高興的 他們是一個善良 他們才都是很厲害的 我今天只不過下來買一個東西 就被警察這樣問一下 客委會主委李永德 今年3月被領檢 槓上遠景 還一度在臉書大罵警察國家 如今卻被他說中 紅魔或是指紋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 就是我們科學定義上面的 就是所謂的生物特徵 那這個是屬於 比較敏感性的個人資料 大法官裡面 對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收集 事實上都是持反對意見的 過去都已經做出這樣的解釋了 今天我們就看到說民進黨的立委 又要自己再來提一次 這樣的一個修法 其實是非常荒謬的 紅魔本身 他光是能夠重組 就是一模一樣的一個組合來講 可是是10的78次方之一 10的78次方之一 才能有一組可能有機會重複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等於他的嚴謹度非常高 假設你的眼睛也被壓記錄下來 也就是說當有人取得了 你更完整的一些生物特徵的資訊的時候 那這個最後一道防線的部分來講 可能就已經完成形成 是沒有防線的 紅魔一下子被縮成是生物特徵 被跟DNA指紋混為一談 我想這是沒有必要的 綠色執政自許進步 一樣的法案如果換藍營提出 就怕又是民主倒退 顏色對了 果真什麼都對 記者陳真茅 顧雙君台北報導